好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在这个月的29号 卫福部次长王碧盛 是出席了一个乐团活动 当时王碧盛还打趣地说 本来还想要来当场表演一下 sacklephone 不过太久没吹了 还是不要献丑 不过这段片现在也被立委徐巧心 拿来质疑说 是否社会观感不佳 那么卫福部长薛瑞源 也有最新回应 这个现场唱唱跳跳的 谭笑风声 我想问一下部长 您觉得这样子的社会观感好吗 这是个人的时间 这没有什么好 没有 我问的是社会观感 我没有说他有违法 社会观感就不应该问我 你觉得社会观感不归为福部长的事 了解了 非公务的玩乐行程 在下班之余 如果不在乎社会观感的话 那我也尊重 我尊重 尽量去玩 大家都去玩好了 但是我们也发现 大家都去玩 相关的图片 应该要做事的还是要做事 但是你看啊 这个对你们很不公平 好 那么这个薛瑞源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力挺王碧胜哦 那么王碧胜呢 其实也在脸书上回应了徐草新 他强调呢 自己虽然在公务机关工作 但也是有自己的私人时间 是可以受社会公平的 而且当天呢 是因为团员很久没聚了 他是下班时间 晚间九点半到 到晚间十一点才离开 他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参加 一文活动化解社会利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